倒闭转让的旅拍店 李李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旅拍店竟然会以歇业告终 中秋连着国庆 对于大理古城的很多店来说 算是一个小旺季 很多旅拍店都要提前做好 迎接大量客流的准备 化妆需要的假睫毛 发卡 亮片都要进一批货 各种式样的民族服饰 也得确认是否完好 可李李今年的准备很不一样 她结清了化妆师和摄影师的工资 坐在电脑前 一次一次地把转电公告敲进电脑 然后撤掉平台的团购链接 李李决定关店了 线上店铺已经无法点开 线下大门也上了锁 关店告示孤零零的悬在那里 这个决定 在今年暑假就有了预兆 七 八月份是大理旅游最火的季节 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到云南 整个大理古城都挤满了人 从高处看去 黑压压密密麻麻的一片 对于旅拍店来说 这两个月也是忘记 钱比其他时候更好赚一点 都想留个纪念 往年这两个月 李李会忙的团团转 从早上开门到深夜打样 约拍的客人基本没断过 可今年暑假 客流量明显减少了 李李只能把旅拍套餐的价格 从599元一路降到了349元 连成本都快不够了 等到假期客流散去 李李把店里的账目结算了一下 结果赚的钱基本只够付房租 这两个月都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忘记的两个月都很难维持 更何况是淡静 李李粗粗盘算了一下 他已经拿不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在支撑店面了 还不如把店闭了 了却一桩心事 在转店公告里 李李特意敲下一行字 同行千万不要来 在他看来 这是一句善意的提醒 旅拍店经营 不善不是孤立 古城里转一圈 不仅很少有新开的旅拍店 此前红火过的也都大门紧闭 还有些店铺里 没来得及撤掉的假人模特 东倒西歪 套在模特身上的白族和遗族的服饰消失了 只留下一片狼藉 估计关店的得有几十家 不只是大理古城 几百公里外的西双版纳 也有很多旅拍店都改换门脸 做起了其他生意 这两年 赵新鱼都在做旅拍测评博主 自费到全国各地的旅拍馆测评 他把自己称为全国旅拍的野生检察员 两年前 赵新鱼在西双版纳 发现了十几家中造质量上乘 审美也在线的旅拍馆 但等今年再去 到记忆里的位置转了好几圈都没找到 一打听才知道 大多都倒闭转让了 那些旅拍馆如今都变成了特产店 水果店或者服装店 有的店铺即便没有关门 也在勉励支撑 今年年初 95后自由摄影师张云妮 看到不少西双版纳 转让旅拍店面的消息 其中有一家在景区开了三年 在平台的评分和口碑 一直维持得不错 她很心动 和男朋友一合计 就决定接手 离开居住九年的杭州 飞往西双版纳 相较于新开店面 接手老店容易得多 装修不仅都不需要再花钱 而且也不用重新积累顾客 本身就有一批粉丝 转让费也很便宜 在这家店上 张云妮投入很少 零零总总加起来 差不多16万 在她原本的设想中 十一国庆钱就能回本 张云妮的旅拍店 可真接手了店 张云妮发现 生意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即便线上店铺 达到了大众点评上5.0的满分 要想被更多的消费者搜索到 还得交推广费 自然流量也很有限 张云妮觉得 今年的游客 似乎不那么爱拍照了 她店里套餐定价 399元起 服装 装造和拍摄全包 即便有人光顾 也只丢下一句 怎么你家这么贵就走了 十一钱回本的计划泡汤了 几个月的流水看下来 几乎入不敷出 已经一个星期没借过单了 可张云妮还在持续投入 除了服装购买 清洗 还有人员工资 和个平台投留的花费 忘记每月得一两万块 淡季也得几千 她隐隐觉得 即便过了十一长假 也不可能回本 社交媒体上 还有不少人分享了 旅拍点停业倒闭的经历 有游客在旅拍点拍的照 还没拿到精修图 在搜索时 发现平台已经显示歇业字样 感慨现在生意这么难做吗 还有人寻着朋友推荐 摸索到旅拍馆 可门店已经关了两个多月了 门把手上都是灰 巨大的摄影棚 过去几年 旅拍一度是一个 流淌着乃与蜜的赛道 游客们不远千里 追寻心中的事与远方时 一群人扛起相机 涌入看上去 遍地是快钱的旅拍行业 风口看上去相当诱人 有人果断转行 投身旅拍 李李原本从事婚纱摄影行业 主要做样片研发 2023年初 旅拍的风吹到了大理 古城里随便走几步 就能碰到盛装打扮的人 尤其到了旺季 但凡是一条有点鲜花 或者城墙 砖块点缀的街 几乎隔一米 就站着一个百拍的游客 不是扮成少数民族少女 就是变身一羽风的公主 甚至摄影师指导的姿势 都是一样的 那时 结婚市场冷淡 婚纱摄影也不景气 李李心想 这或许就是转型的好机会 去年4月 他盘下了一座 二层共80平方米的 铺屋顶小楼 专做民族写真 店铺就开在 大理古城的街道转角 这座二层小楼 承载了李李的很多期待 盘下后 他精细地装修了铺面 安装了新的空调 还在小楼侧边的花坛里 种下月季 夜来香 二层露台上摆满了多肉 在他原本的打算里 他希望能够多做几年 细水长流 从婚纱摄影行业 转行做旅拍的人 不止李李一个 赵新宇见到过更多 他在体验旅拍时发现 很多化妆师 原本都是做新娘跟妆的 这两年结婚的年轻人少 很多婚纱影楼都倒闭了 不少化妆师和摄影师 都直接进了旅拍店 所需的技能都很相似 影楼倒闭 不少婚纱摄影 化妆师进了旅拍店 图园中心社 从全国各地永向景区的 旅拍需求 一度接住了从业者们 赵新宇了解到 一个成熟的化妆师 去做旅拍 在望尽每个月 可以赚到两三万 自由摄影师张云妮 在接手旅拍馆 做老板之前 也曾体验过 捡钱的快乐 疫情刚放开那阵 他在西双版纳 旅居了两个多月 没有专门运营自媒体 偶尔一两周 才会发一篇摄影分享 即便如此 依然每天都会有人 私信他约旅拍的时间 那段时间 一天只要工作 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轻松 跃入过万 钱真的很好赚 而把店转让 给张云妮的老板 也给他种下了 更多期待 这家旅拍店 2020年开业 店里最低价 拍一套血针 也要699元 这个价位在当时的 西双版纳算均价 一个月就能赚 三四十万 生意完全不绝 但随着 嗅到前卫的人 越来越多 即便完全没有摄影 或化妆经验的人 都想着分走一块蛋糕 空闲时 张云妮会留意 观察星光夜市里的 其他生意 去年旅居时 夜市里还没有 非常多旅拍店 卖水果 特产或者各种 小饰品的摊位 是最多的 到了今年 情形完全变了 旅拍馆充斥下 星光夜市 就像一个巨大的摄影棚 在这个摄影棚里 好像人人都能成为 摄影师或者化妆师 技术好坏 和有没有经验 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事 张云妮记得 有一个摊主 之前一直摆摊卖西瓜 不到一个月后 他摇身一变 举起了相机 跑步加入旅拍大军 原本做其他生意的门店 稍作改动 就能变成一个旅拍馆 赵新宇曾体验过一家 开在凤凰古城的 旅拍店 化妆室 他明显感觉到 化妆师的不专业 只用四五样化妆品 就化完一整个全装 描完眉毛 赵新宇打亮着 镜子里的自己 发现左右眉毛 化得高低不一 像要哭了一样 聊了几句才知道 在这之前 化妆师竟然只给 他自己化过妆 旅拍馆周围 邻居的话 更让赵新宇哭笑不得 这家店上个月 还在卖烧烤 眼瞧着拍进去 两张化妆桌 招了几个负责化妆 拍照的人 一家旅拍店 就这样开了起来 还有一类旅拍店 甚至连员工都没有 秦桑曾在丽江的 旅拍店做摄影师 他见过很多 艺人旅拍店 老板们先是化身销售 拉到单子 就去隔壁 划拉一个化妆师 一个摄影师 班子就算凑齐了 在旅拍行业 这种艺人旅拍店 叫做打野 这种模式下 老板不会雇佣 任何一个员工 接到客人后 会先帮忙确定衣服 在顾客换衣服期间 才去现找化妆师 和摄影师 按订单结算工钱 被低价席卷 火热的旅拍行业 跟随着流量涌动 去年11月初 赵新宇前往哈尔滨探店时 整个哈尔滨 能找到的旅拍店 不超过三家 他去索菲亚广场拍照 顺道在旁边的金太阳 商城转了转 那是一座冷冷清清的大厦 开张的商铺寥寥 卖酒衣服 棉库几十块钱的生意 鲜少有客人光顾 等到耳滨火了 赵新宇又去了一趟 发现一切都变了 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曾经的金太阳商城 已经成了黑龙江旅拍基地 就商场里挤入了 上百家旅拍新店 旅拍火热起来后 最先变化的是价格 大概从去年八九月份开始 李李发现 大理古城里 涌进来很多新开的旅拍店 套餐价格一个比一个低 大多都是二百九十九块 一百九十九块就能拍一套 甚至还有的店 一百九十九元 买一赠衣 拍女装送男装 不止店越开越多 古城街头 还多了很多 拿着宣传单的大爷大妈 李李多方打听 才弄懂低价 依然赚钱的逻辑 在旅拍行业 拿着宣传单的人 被称作小蜜蜂 他们守在景区 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宣传单上 印着一百九九 或者二百九十九的低价字样 用较低的进门架 吸引游客 前来拍照 主打玻璃多销 一个叫价 一百九十九块的单 小蜜蜂们就能提成一百块 但在看似低廉的门槛后 等着游客的是 微妙的隐形消费 以化妆为例 绝大多数游客不知道 套餐里的睫毛纸 包含上睫毛 要想贴下睫毛 就得加钱 而脸上的亮片 贴花 想要多一点 闪亮就要多一点花费 最大的额外收费 发生在后期 加选精修片 多加一张精修 能额外收四五十块钱 而很多门店约定的精修 其实是专门的A软件 一件美白瘦身 成本只需三毛钱一张 李李的店铺对门 就是一家典型的 卷价格店铺 一百九十九块拍两套 虽然每单的前期利润不高 只有几十块 但剩在低价拉来的人多 走量 李李有时 和对面店里的摄影师聊天 一天可以拍一百多对客人 拍摄本身的钱不多 但算上后期 加选照片的费用 最多的时候 一天就能挣将近两万块 一天拍一百多对客人 是李李难以想象的工作强度 一般来说 李李的店里 光装造就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有的复杂装面 耗时更久 比如细装需要烫头发 做造型 光装造就需要一个半小时 而在低价店里 服务和价格一起缩水了 花十几分钟的装 已经算久了 更夸张的是 拍摄环节 人多的时候 客人轮流站在同一个地方 摄影师往左拍十几张 往右拍十几张 拍摄就结束了 地方都不挪 张云妮平时 在夜市里逛 发现小蜜蜂们 通常有长得面扇的 中老年人担任 话术也有讲究 碰上年轻女性 就输出一通漂亮话 再加点催促 要是看到情侣 就抓住男生 用加深感情做油头 有时还需要洋装指责 直男拍照不行 碰上一家人 就专挑家庭里 年纪较大的女性入手 往往他们掌握着 旅行消费的主动权 这么一套流程下来 被挑中的人 总是很难拒绝 化妆时也有千层套路 一组客人进入门店 换好挑选的衣服后 老板会见机 将顾客隔开 进行一对一攻略 化妆师们一般 会对着客人一阵哭诉 平时没有基础工资 收入纯靠顾客的额外消费 一顿操作过后 出门拍照的顾客 都会满脸都是亮晶晶 很多消费者一度觉得 被隐形消费坑了 包括赵新宇 2022年 他到西双版那旅游时 拍了一组旅拍照 选完照片后 回到家好久 都没等来精修图 打电话去询问 旅拍店却说要加钱 否则不发精修图 虽然很不舒服 但赵新宇实在想要照片 只好加钱 但收到的精修图 潦草道让他语色 像是套用AAM版一键整的 投诉无门 仪器之下 他做起了测评博主 想帮更多人排累 卷到尽头 对于李李来说 价格战的尽头堆满了苦涩 肉眼可见底 客人几乎都被低价率 拍店抢走了 原本忘记 李李店里每天日程 都排得满满当当 如今变得很清闲 可能几天才来一个单 在线上 不少人向李李寻价 大多听到399块的价格 都会没有下文 而到了线下 客人们皱皱眉头 转身就走 张云妮也经历过被抢客 不光进店的人少了 有时早早约好的客人也有 可能被抢走 有一次 张云妮和顾客约好了 晚上7点来化妆 已经发了定位 可到了7点迟迟不见人 也不回消息 打电话过去才知道 对方已经坐在别的店里化妆了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来旅拍店的一路上 会经过很多家旅拍店 有时可能是被 其他的低价店吸引 有时可能是被 大爷大妈们劫走 拉客的小蜜蜂们很缠人 低价店变多后 关于价格的解释成本 也在增加 原本市场上 都是399块 或499块的旅拍时 顾客的心理价位 也在那里 如今到处都是低价店 每次顾客 对高价提出质疑时 李李都要反复强调 店里没有隐形消费 自己家是走品质路线的 但现实是 对于这样的解释 顾客大多不会买账 在低价的氛围下 李李也不得不降价 刚开业时 全包套餐订的价格 是599块 从那时起 市场就开始走下坡路 去年暑假 李李把价格降到了499块 今年暑假又降了100块 最低的一套 甚至降到了349块 真不能再降了 每次降价 李李都要在心里 换算一遍员工 房租等各项成本和营收 李李的利润一降再降 员工的提成也在减少 店里的摄影师 化妆师 每单原本能提100块左右 如今已经降到了780块 走品质路线和卷低价 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李很难把成本降下来 他请的化妆师 和摄影师水平都更高 人力成本也更贵 除非完全变成 低价铝拍店的流水线模式 否则价格 根本没有下降的空间 铝拍市场 也在经历一轮动荡 去年8月 秦桑入职了一家旅拍馆 进去之后 才发现和想象中的 似乎不太一样 旅拍馆的大多数摄影师 此前根本没有经验 更别谈作品 只要拥有一台相机 会按快门 就可以开始了 那时 店里拍一套的价格 是298块 摄影师能拿到20% 忘记时还有得赚 可到了今年 价格变成了198块 平摊下来一个化妆师 和一个摄影师 每个人就拿三四十块 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了 今年1月 秦桑也从旅拍馆辞职了 不断逃离的 还有受到伤害的顾客 前为今年8月 去大理旅游 他和朋友们 想拍一组旅拍纪念 逛大理古城的时候 他们碰上了小蜜蜂 手上拿一个平板 里面是各种各样宣传图 还默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被簇拥着往店里走 店的位置很隐蔽 要穿过巷子 走到很深处的角落 才能看到 差不多30平方米的店面 摆了很多 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模特 可这些模特穿的衣服 一问都不能给客人用 客人可选择的衣服 被放在试衣间的塑料袋里 来回换的人很多 衣服都很旧了 也有点脏 银饰都是坏的 化妆时的隐形消费 也逃不过 本来说好了包含妆造 可到店了 又被告知男生 化妆令收费 想加下睫毛 或者化肩颈 都要令收费 最让人生气的是 精修缓解 在店里时 工作人员的态度都很好 可等前威回家后 摄影师的态度 好不容易收到照片 也和最开始说的不一样 前威发现 照片几乎只提升了亮度 磨了皮 补了光 说好要消除的背景里的行人 都没有屁掉 看上去非常杂乱 脸上衣服上的瑕疵 也都没修 前威曾经尝试过维权 可打了好几遍投诉电话 也没能解决问题 费用不能退 修图师再修了一次 也依然只改了亮度 只好不了了之 从此之后 前威对旅拍也一并失望了 想要逃离的店家 再苦苦等待转让 李李决定关掉大理的店铺 但转让通知贴出去 很少有人来联系 只有一个人意向比较强烈 可对方不愿意出转让费 算了 再等着吧 同样等待的 还有不愿降价 也不愿逃离的旅拍店 张云尼不想坐留水线摄影 她依然雇着水平较高的 化妆师和摄影师 刚接手店面时 原本的老板 向她分享过经验 西双版纳的旺季在冬天 到了那时 随随便便每个月 都能赚一两万 甚至过年的一个月 能把一年的钱都赚回来 张云尼不知道 冬天会是什么情况 她只知道眼下 赚的钱没有上班多 纯粹花钱给自己找班上 但张云尼依然想等等 她不甘心就此关店 想等等传说中 那个火热的冬天